无宁不成事,无少不成衙,无乡不成军,无挥不成镇 宁波商帮是中国十大商帮之一 1920年,上海公共租界共有华人68万 而其中宁波人竟占了40万人之多 以上海作为一个最大的集散地 宁波人、宁波帮 这群从小闻惯了海风腥味的人们 这一传统如学教化之下的新兴商帮 带着商人的精明开河 却不失书生的道德操守 完成了从传统商业到现代商业的转型 真正在中国的近代经济舞台中脱颖而出 大家好,我是五侯兄 欢迎来到诸葛闯江湖 2020年福布斯中国佛号榜中 公牛集团的软利平拥有财富457.7亿元 排名第71位 而软氏兄弟坐拥914.8亿元 格外抢眼 人怕出名,猪怕壮 近年来,不少国内民营企业正当发展如日中天之时 都遭受到了反垄断调查 公牛集团发布公告称 于9月27日收到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对公牛公司储2020年度中国境内销售额98.7亿元3%的罚款 即2.94亿元 公告显示 公牛集团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14条 禁止经营者与交易相对人达成下列垄断协议 1.固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价格 2.限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最低价格的规定 构成与交易相对人达成并实施垄断协议的行为 根据公牛集团财报显示 2020年公牛集团全年营收为1.51亿元 净利润为23.13亿元 2021年上半年营收为58.2亿元 同比增长41.65% 净利润为14.21亿元 同比增长76.85% 公牛集团已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75万家五金渠道销售点 12万家专业建材及灯式渠道销售点 以及25万家数码配件渠道销售点 电灯都到不了的地方 还能看见公牛的插座 同行们如是评价公牛的渠道铺设能力 从小卖部到五金店 从城市商超到乡镇卖场 销售网点遍布全国各个角落 对于112万家的庞大渠道网点 公牛集团董事长阮绿萍回应外界说 这些都是我们在过去20多年里一家一家积累起来的 很多网点的销售额其实并不大 但开发它们却需要不少的人力和物力 短期内又很难收效 所以多数企业不愿意去做这事 但回过头来看 散落在各地的销售点 已经成为我们的触手和壁垒 阮丽萍 浙江公牛集团董事长 中国最具工匠精神的企业家之一 他在20多年前创立的公牛品牌 已经成为中国插线版这个行业里的绝对标杆和龙头企业 在很多年里 阮丽萍和他的公牛集团都心无旁骛的只专注于这块插线版 从一开始的小家电到后来的房地产 金融 互联网等历次风口 他无一例外的都错过了 尽管错过了很多报复的机会 但命运已经给了阮丽萍丰厚的回报 他的公牛电器已经真正成为了一个家喻户晓的品牌 1964年 阮丽萍出生于浙江慈禧的古瑶浦村 祖上和乡林都世代以捕鱼为生 作为渔村中长大的孩子 他很小的时候就和父亲一起去赶海 这也是他一生中最难以忘怀的美好时光 高中那年 受电影《火红的年代》影响 年轻的阮丽萍立志成为一名工程师 高中毕业 他如愿考入武汉水利电力大学 大学毕业后又顺利进入水电部杭州机械设计研究所 实现了人生的第一个目标 阮丽萍的家乡浙江慈禧和青岛顺德 并称中国三大家电生产基地 与之相伴生的插座等配套产业相当活跃 仅在1990年代就有大小小几百家插座生产企业 阮丽萍的亲戚们都在做插座生意 拿着样品全国各地跑 因为要在杭州中转 他们就把杭州机械研究所工作的阮丽萍的住处当成了办事处 虽说阮丽萍是搞研究的 但和大部分浙江人一样 他并不缺乏商业细胞 卖插座这活他顺手也给做了 过程中他发现不少插座有先天缺陷 30个产品能有10个是坏的 维修插座当然难不倒身为工程师的阮丽萍 但他看到的并不只是几个坏插座 而是整个行业的混乱无序 当时的插座企业大多是家庭作坊式生产 粗质滥造居多 既没有工程师也没有设计师 相互抄袭 毫无设计感 且竞争多了 互相杀价 本来就不注重质量的产品 更是偷工减料 据说当时一个卖的最火的神座牌插座 其老板曾公开宣称 要用最低的成本创造最高的利润 阮丽萍很清楚这样的产品会给用户造成什么后果 接触不良 不耐用 插把几次就失灵 爱发热 接大工具电器容易冒烟引发火灾等 阮丽萍再也看不下去了 既然没人做好插座 那就自己来做好了 专做用不坏的插座 1995年 他放弃了绝大多数人羡慕的铁饭碗 辞职回到自己的家乡 开始创业 与兴利阮学平凑了两万块钱 准备创建公司 那一年 乔丹率领的公牛队在NBA赛场如日中天 那时阮丽萍已经有了品牌意识 于是阮丽萍选择注册了公牛牌商标 希望为自己的企业开个好头 创办了公牛电器公司 从外观到内部 阮丽萍自己亲自设计 还手创按钮式开关插座 简单实用 提供双重安全保护 如今我们看到 许多插座设计了安全按钮 用时打开 不用时关掉 这一改变便是出自阮丽萍之手 这些举动反而遭到了同行们的耻笑 质量这么好 都用不坏 那产品还卖给谁 阮丽萍想的恰恰相反 用不坏人家才愿意买 钱有两种 一种是现在的钱 一种是以后的钱 如果你局限于只赚现在的钱 那你可能就没有以后 为了守住用不坏的承诺 阮丽萍始终坚持生产高质量的产品 不打价格战 他说喜欢低价的人不是我们产品的客户 只有他意识转变了 才会成为我们的客户 事实证明这个方向是正确的 对品质严格把关 很快让阮丽萍的插座脱颖而出 公牛产品面试后 虽说价格高出一截 但还是得到了用户的认可 被伤害了太久的消费者 对公牛给予了高度的认可 并用口碑为公牛做了最有力的宣传 其插座销量一路扶摇直上 最终做上行业头发交易 此时 当年的老大神座牌插座 已经难觅踪影 常言道 酒香也怕巷子深 公牛一路高歌猛进 除了自身品质过硬 还仰仗着后期的广告与宣传 早期时候 阮丽萍曾悉心研究各类企业的推广模式 当时最有效的宣传手段 是电视广告实战竞标 在阮丽萍看来 这对初创期的公牛来说很不现实 他也尝试过贴大字报 刷墙标等方法 但效果都不理想 以此偶然的机会 他从可口可乐的配送车上得到了启发 插座是否也可以通过直接配送的办法 加快流转 于是 他提出免费为当地五金店 电力店做电招 然后在上面印上公牛插座的广告 从那以后 公牛一每两年翻翻的速度 实现裂变式增长 其产品铺展到全国乡镇村落 40多万个销售点 大街小巷到处可以看到公牛的广告 作为一个不甘于现状的理想主义者 雄霸行业之首的阮丽萍 一直没有停止前进 虽然产品超越同行 但阮丽萍渴望摆脱作坊的先天 不足 破除继续做大的羁绊 他把目标对准了国际巨头 2000年起 公牛的产品开始向海外拓展 凭借可靠的质量 获得像菲利普 罗朗格 西门子等国际大牌提供产品的机会 合作中 阮丽萍有意识地向他们学习更先进的技术 和现代企业管理模式 由此搭建出从研发到售后 从质量管理到人员设备 厂区环境管理的完备体系 阮丽萍坦言 出口对进步的推动非常明显 第一次老外来工厂参观 发现我们没有实验设备 于是花了60万元买了一套实验设备 结果发现没有人会用 此后 招人才 出新品 申请认证 阮丽萍做出了一系列行业里破天荒的事 2003年还斥资千万打造国际高标准的检测中心 可以做弯折 插拔 防磊等各类专业测试 一系列重投入惹来一些人的不解 在他们看来 公牛只要保持以往的品质 依然是不可替代的国产头号大牌 没必要建那么多奢侈的实验室 只有阮丽萍清楚自己与国际巨头们的差距 巨头们一刻都没放松过对中国市场的蚕食 在前有狼后有虎 中间还有小老鼠的混乱行业里 今天不被虎狼吃掉 明天就有可能被老鼠啃得体无完肤 危机感下 阮丽萍带着公牛 一边向国外同行学习 用国际标准作为企业标准 一边强化自主研发 精细化生产 在持续不断的投入和持之以恒的专注下 他们研发出三重防雷 抗电磁干扰 低阻低热 自锁式防拖等技术 既给插座上了多重保险 又将公牛推向了全球行业最高技术舞台 而在品质监督上 公牛有190人的管理团队 对出厂的每一件产品 都要进行几十道甚至上百道严苛的检测 工夫没有白费 过硬的品质让公牛插座闯进了美 德 法 日 韩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中高端市场 这也令公牛具备了较强的抵御风险能力 在金融危机波及全球时 同行一片惨淡甚至停产 公牛依然保持20%以上的增长 在美国西部的几家维尔玛里甚至卖断了货 此时的公牛 一如它的名字 成立支出时如日中天的芝加哥公牛队 成了行业领军者 并通过多次参与制定行业国家标准 引领行业走出粗制滥造 追求更高品质 商业竞争中最怕的是不知道敌人在哪 公牛一路狂奔 领跑同行 一直是看得见的国际巨头为对手 却怎么也没料到 半路会杀出个互联网圈的小米 2014年 小米带USB功能的插线板横空出世 并因此满足了年轻人需求 迅速在互联网上卖货 这让插座行业吃惊不小 甚至充满恐惧 据远之评介绍 小米在做插线板之初曾找到公牛 希望其能为小米代工生产插线板 但是被公牛拒绝了 不过软利平也坦言 小米插线板的出现 让公牛对用户定位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我们此前的用户定位还是偏传统 小米则通过互联网渠道 在年轻运户群中迅速打开市场 这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 面对小米的入侵 公牛迅速跟进推出类似产品 并在电商渠道销售 最终在两大电商平台上 公牛这款产品的销售额 与小米分平抗礼 紧接着 2016年 公牛又成立了数码精品工厂 围绕年轻人需求强劲的手机充电器 车载充电器 数据线做多元化布局 同时加大电商平台布局力度 显然 互联网公司的冲击并没有让公牛倒下 反而激发了公牛的斗志 在公牛20多年的发展路上 这算得上软利平最大的一次改变 这次的改变是整个制造业告别历史的节点 互联网和智能科技浪潮席卷下 制造业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惊涛骇浪 他们不得不下水学会游泳 软利平很庆幸小米把他拖下水 迫使他及时意识到了这一点 我要感谢小米 从数百家企业中拼杀出来 如今占据国内行业半壁江山 有人把公牛的成功总结为质量好 但归根到底 这一切只因两个字 用心 因为用心他能及时捕捉到用户需求 从最初的用不坏到现在用的对胃口 在各种不同场景下 他都提供恰到好处的产品 提升了用户的体验 为了让一款手机数据线不容易被折断 他们在脆弱部位加了一层塑胶作为保护 但测试后又发现 时间一长 这层塑胶和数据线本体之间容易产生缝隙 对于一般企业而言 这不妨碍使用无需处理 但在公牛车间 这是影响美观的大问题 最终解决的方案是一体住宿法 这使成本升高了一大截 但他们从不因此而放弃努力 在公牛的发展中 凡此种种用心不一而足 行酒方为执着 品高方能致远 武汉大学2016年度毕业典礼上 校长李小红高度肯定了校友软绿瓶的工匠精神 这不仅仅是制造业的需要 也不仅仅是企业家的需要 它代表一个时代的气质 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事业追求与人生态度 这里是诸葛闯江湖 我是五猴兄 感谢你的点赞和关注 我们下期见